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目光的投向了远方 那里是空旷而不见尽头的连绵的沙丘 连绵不尽的沙丘顺草不生 偶尔能够见到一堆枯骨 说不出的苍凉萧瑟 空气是异常的燥热 就连黎树旅阵这样的金丹也感到了是口干舌燥啊 这样的引起了两人的警惕 在他们这个的行为谁又火不清 怎么还会感到口干舌燥呢 沙长老缓缓地说 泥土秘境是土形秘境 说它是土形秘境 不如说它是个土形牢笼 这里面的守经人必然是位精通徒刑神力之人啊 不过它紧绷到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笑容 幸好啊 掌门呢 它是有仙剑之名的呀 说完了 它从怀里边取出了一株心脆欲滴的小树苗 小树苗不过持续高 纤细柔嫩 每片树叶不过指甲盖大小 沙长老一拿出这根树苗啊 顿时一股清凉之意是扑面而来 黎树和吕镇呢 只觉得心头烦热是消去了大半 黎树不要惊奇地问道 诶 师叔 这是何物啊 如此神奇 笔沟木 沙长老头也不回地说 紧接着呢 只见他浮身把手中的树苗置地纱表 只见树苗一接触纱表 根系立即飞快地就扎入到了沙丘之中 刚枯的沙丘之上 一抹碧绿异常地扎眼 碧沟木 黎树喃喃嘴 心头却是大为震动啊 这碧沟木是本门重宝之一 平时养于门中境地 没有想到啊 掌门为了这次的遗址 连碧沟木都让神长老带来了 碧沟木 六品上阶陵木 能孕育出碧沟珠 其色碧绿如翠啊 是最上等的木形珠之一 能够炼制那各种木形法宝 碧沟木本身也是极其难得的炼器材料 十分的难得呀 这碧沟木啊 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能够吸收土形之力壮大自身 碧沟木一入沙丘 立即疯狂地生长 绿色以惊人的速度在密土密经各个角落蔓延 一时之间呢 空气中的燥热顿时大消 就在此时啊 脚底下的沙丘忽然一阵剧烈的颤动 无数沙丘不断的塌陷 滴滴轰隆之声时不绝于耳 着眼之间呢 成片成片的绿色被崩溃的沙丘吞噬了 梨树吕震两个人大惊 他们几乎站立不稳 脚下的沙丘仿佛从沉睡中醒了过来 神刚老冷哼了一声神色不变 哼 这株毕宫木在本门生长了九百年 本门历代无不虚心的照料 只差一点儿便能够脱胎换骨 这一遭倒是正好啊 吕震的一脸茫然 怕听不懂 黎树心中明了 精神不由大振 毕宫木如果临职得法不断的以土形之力滋养 久而久之呢 并有可能蜕变为七品的天经毕宫木 七品之上 天赐神品啊 六品和七品之间的差距是天和地之间的差距 六品虽然在市面上非常的欣赏 但是呢 还能够买到 而七品的材料在市场上是绝对不可能买到的 每一件七品材料流入市场 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消失的无影无踪的 七品以上的材料往往被称为神品 除了他们的欣赏 他们有着与六品材料截然不同的地方 七品以上的材料每一件都是一件天然的法宝 七品材料炼器的法宝也被称为神宝 是每一位修者梦寐以求的至宝 如果碧钩木能够生一铁变成天青碧钩木 那就是说 门派又可以多一件神宝了 莫说梨树了 就是申长老说此话的时候 眼中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一丝欲望 法宝一得 神宝难求啊 哪怕他早就踏入园阴期 也是一样 果然呢 无论沙丘咆哮得再厉害 碧钩木的绿色都顽强坚韧无比 他们不断地破沙而出 迅速地向周围蔓延 娇弱的树身在风沙中不断地颤动 然而呢 却始终不断 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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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沙偶缓缓地从沙丘中浮了起来 沙流从各个方向向沙偶汇集 他们就像一条条沙蛇缠上了沙偶的身体 沿着沙偶体表的飞快的流动 沙偶的体积迅速地膨胀 眨眼之间他们的体型便超过了所有的沙丘 它依然在不断地膨胀着 整个秘境的沙子全都被它吸纳了过来 没有沙子支持的壁钩木迅速地枯萎 漫无边际的绿色如同退潮的一般迅速地消失 只剩下了一株壁钩木在身长老的脚边 看着比刚才更加清脆的壁钩木 身长老暗自可惜啊 只差一点啊 这株壁钩木便能蜕变完成 如果有一株天青壁钩木在手 破开这迷途秘境 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不过身长老也不担心 迷途秘境和掌门他们寻算的结果十分的吻合 这样呢 让他对破开迷途秘境充满了信心 他可是有备而来呀 左墨舒服地想身吟 内容从骨子里泛出来的暖液在他前身缓缓地流淌 他并没有力量暴涨的感觉 但是呢 却觉得说不出来的舒服 没说就是说不出的舒服 暖液啊 渐渐的消失 他也从沉睡中醒了过来 睁开了眼睛 如果有人看到一定会惊讶的发现 左墨睁开眼睛一瞬间的眼神啊 像极了那十只高居十柱的金鸟 冷漠无比啊 他的瞳孔正中心一点尖心一闪即逝 他周围的空气呢 似乎凝固 就连那轰然暴涨的火焰也停滞不动 停顿紧紧维持一眨眼的功夫 并恢复如初 左墨还沉醉在刚才舒服无比的感觉中 浑然呢 没有察觉出半点的异样 他甩了甩脑袋 让大脑呢 恢复了清醒 这里可不是暖木房 适合睡觉 季寒的宫灰 渐渐的暗淡了下来 天空中的太阳 依然烈烈的燃烧 但是 左墨却觉得似乎 有几分衰竭的味道 难道说是自己的错觉吗 他摇摇头转过脸 望向了那里痛红的火焰 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从他心底浮起 以后下意识地 他朝祭坛中心的火焰走去 熊熊燃烧的火焰 没有让左墨感到半点的炽热 反而是说不出来的亲切 左墨如同着了魔一般 手掌深入到火焰之中 轰的一声 他周围的景物一变 他置身于一片火海 头顶一轮太阳高悬 在他的身边 跳跃着无数的火焰 这些火焰 里面似乎倒映着什么 左墨虽惊不乱 但是他的注意力 一转到了火焰 脑子里便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了许多的景象 破落的石砖 到处的猪网 偶尔能够看到一些人 私下顾盼 这是 连续看过了几缕火焰 几段不同的影像 如同流水一般的 在他心头划过 左墨脸上 惊异的表情是越来越浓 左墨连忙仔细回忆 清林大哥给他的叮嘱 脸上怪异的神色 越来越重 他竟然被神殿认主 这 这太匪夷所思了吧 左墨脑子 晕晕乎乎的 他完全被这天上掉下来的大饼 给砸晕了 这种好事 也能被自己碰上 人品好 果然是没办法呀 小人得知的 左墨仰天 哈哈大笑 是熏喜若狂啊 若换作 是太阳部落后裔 此时只怕激动慕名啊 一心想着 如何恢复当年第一部落的风采 但是 得到神殿承认的左墨 脑子转的第一个念头便是 宝贝 神殿的宝贝啊 统统都是属于哥的宝贝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 便再也无法遏制 一开始呢 左墨只不过是想着 能不能浑水摸鱼 弄一两件 再悄悄的闪人 然而现在居然得到神殿的承认 左墨呢 马上改变了主意 小墨哥 哪里是能够容忍别人 从他碗里抢肉的人呢 神殿各个部位的情况 不断地呈现在他的面前 获得神殿承认的左墨 得到了神殿的最高控制权 神殿的各种控制神觉 早就印在了他的脑海之中 稍稍浏览了一番 精通福镇的左墨 很快的心中便大致明了 神殿的珠般布置 左墨能看出福镇的雏形 但是和现在福镇的精细不同啊 他们看上去更加的原始 而且又涉及大量祭祀 一股兽灵的内容 晦涩难明啊 左墨可没打算 此时慢慢地研究这些东西 他们的原理虽然晦涩 但是呢 只需要有神觉就能够催动 左墨仔细地手了手 闯入神殿的家伙 总共有三十四人 他们被传送到了 神殿的各个角落 此时无不小心 一一地四下探索着 在这些人里面 左墨看到 险些让自己丧命的 面具刺客 还有虚灵派的几个家伙 每个人实力啊 那都是相当的不俗 尤其是三位原鹰 更是厉害无比 看得左墨心惊肉跳 心中得意一扫而空啊 这可是在走钢丝啊 若是稍有不慎 被这群家伙逮住了 这群家伙会毫不犹豫地 把他撕成碎片 不行 一定不能让他们知道 自己潜入神殿 否则后患无穷啊 但是让左墨此时退出去 打死他也不肯啊 比他们早进入神殿 有清零大哥铺路 得到神殿承认 比起其他人 他的起点呢 要高得多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错过了 便绝对不可能再有 无论如何 也要搏一搏 左墨心一横 拼了 他忽然呢 黑黑的 音笑的几声 不怀好意地盯着火焰中的猪人 和歌抢 来吧 小样们 好好地享受一下来自远古的热情欢迎吧 对比着脑中的神觉 他笨拙生死地催动了神力 身体像蛇一般的怪异地扭动 嘴里便发出了含糊不清的音节 太阳神殿 猛得剧烈地颤抖 墙壁上角落里的神纹 如同水波放过 一点一点地明亮了起来 神殿各处的浮雕啊 啪啦啪啦地不断地剥落 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 散落在地上的残甲海谷 仿佛有一根线连着 缓缓地从地面挣扎地站起来 石柱上身形已经模糊不清的金屋 一声齐鸣纷纷展翅 钻入到小太阳之中 神殿顿声变化 小太阳光芒强盛到了极致 耀眼的光芒吃散了黑暗 方圆五百里之内啊 亮如白昼 就在人们被眼前的这一幕 深深震惊的时候 忽然小太阳毫无征兆地炸开 化作了无数道流火 拖着长长的火尾如暴雨般倾斜而下 整个太阳神殿都笼罩在了流火星雨当中 人群呢不由得发出了一声惊哭啊 这些拖着火尾的流火 威力惊人 那怕远远观望都能够感受他们毁天灭地的恐怖的威势 若是被砸中了 连灰都不会剩下 密集的轰隆隆之声不绝于耳 地面呢 剧烈的颤动不休 站在地面的修者纷纷的飞上了天空 然而就在此时 一股逼人气浪扑至面前 他们直觉身体一紧 就像是被人用力地推了一把 顿时再也稳不住身形了 如风中枯叶一般飘荡 众人啊 骇然色变 连忙强色稳住身形 然而就这么眨眼的功夫 他们竟然被硬生生地推开了数十丈远 惊魂刚定的证人 再看那神殿之处 不如是倒吸一口凉气啊 只见那原本光芒耀眼的神殿 早已经完全被漫天的尘土吞噬了 轰隆隆的巨响隐约地从里面传出 尘土激荡不休 这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人们面面相续不知所措 左墨啊 长出了一口气 浑身呢 一阵酸软 他只不过是调动神殿的力量 便几乎把他体内的神力呢 消耗利空 不过呢 当他看到 火焰中众人手忙脚乱的模样 心中顿时舒畅无比 尤其是呢 面具刺客 陷入更金秘境 被一个金人给追得狼狈不堪 左墨呀 那是大出了一口恶气呀 面具小子 慢慢享受吧 左墨黑黑一笑 便转身飞奔 经过了数万年的消耗 又得不到补充 神殿的力量已经衰竭到了谷底 而且有许多的地方呢 因为年久失修 已经失效了 左墨刚才 虽然把神殿最后仅存的力量都激活了 但是他并不敢保证能够困住这些人 尤其是那三名猿鹰 他们出手的威能让左墨头皮一阵发麻呀 三名猿鹰中最厉害的 是那位现在迷途秘境的老头 整个迷途秘境 几乎都快被他硬生生的拆掉了 把守迷途秘境的家伙 名为祖龟 实力非常的强大呀 这被老头呢压制的死死的 而且老头似乎对这里面的布置非常的清楚 出手呢 极有针对性 这令左墨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他必须啊 趁这些人呢 被缠住之前 找到神殿封存的宝贝 然后再悄然离开 否则的话呀 不但宝贝捞不到 到那个时候呢 能不能逃掉都成了个问题了 不过他也有优势 被神殿承认之后 神殿内的一切都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宝贝在什么地方 没人比他更清楚的 他没有一丝的迟疑 古族鱼利飞奔呢 林丹就像不要金石般的 拼命的往嘴里塞着 这个家伙呀 在补充的灵力 他饥渴的就像是 刚枯很久的沙漠 林丹的药力啊 一入喉 便化作了丝丝灵力 渗入到他身体的各个部分 灵力在他的身体之内 迅速的被转化魔体和神石 他体内的力量呢 在迅速的恢复 他飞奔的速度越来越迅速 没不多久 恢复魔体的左膜换出了明星 速度陡增 犹如一道 金色的闪电 预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修知世界 第三百五十六回